佛罗里达州最近遭受的飓风 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至少106人死亡 40,600人流离失所 救援的工作现在还在持续紧张的展开 人们也都在陆续的得到帮助 那么在这一场损失严重的自然灾害里 很多人失去了家园 失去了亲人 失去了他们几乎拥有的一切 但是在这个时候 却有人在旁边煽风点火的搞起了阶级斗争 是谁呢 就是那些正在试图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政治化的左派政客 之前我们的节目里面有讲到 说佛罗里达一刮飓风 可给这些人找来一个普及绿色能源新政的好机会 他们就非得把这个飓风跟全球暖化给联系起来 但是他们忽略一个基本事实 就是飓风跟全球暖化没有任何关系 飓风也不是全球暖化的产物 而是受到地球自转和气压压力差的影响 而形成了旋转的气流 一千年前 那个时候有人知道全球暖化是啥吗 但是那个时候有没有飓风啊 因为全球暖化产生了飓风 这种说法已经够牵强了 为了要让大家都支持绿色能源 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但是左派各个是人才 还有一个人才也要趁着飓风再搞点别的事出来 他就是贺锦丽 他说什么呢 他说公平 那飓风跟公平到底有什么关系 他说这一次飓风啊 受到最大影响的就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人群 一定要公平对待 它是我们的低收入人群 和我们的公共产人群 那是最大的影响 这些状态的状态 而影响 不过问题 不过自己的任何人的任何人 不过自己的任何人 不过自己的任何人 说这贺锦丽不说话 救援部队都不公平了 他们就只救那种有钱的白人 不救没钱的有色人种啊 更何况怎么会是有色人种和低收入 还有女人受灾最严重呢 这飓风是先做了人口调查才来的 就专门刮那些被左派定义成弱者的那一群人吗 事实就是飓风才不管你皮肤什么颜色呢 它才不管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它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 它要刮它全都一起刮 跟贺锦丽说的恰巧相反 这次飓风受灾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做Cinnebel 这个社区并不是贺锦丽说的那种什么有色人种啊 什么女人啊穷人什么集中的地方 这是个挺有钱的社区 很多有钱的人都住在这里 所以呢 谁有钱没钱 皮肤到底啥颜色 真正在意的这些 是要故意在流离失所人群中 还要坚持继续搞阶级斗争的左派 而不是飓风 是个很高兴的东西